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能做到悲心的意思说 希望别人不要痛 比方说像观世音菩萨的 希望别人不要痛苦 那个悲心不会变成负面 你只要悲心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越善良 这个是他的补 越善良以外 你会慢慢看到别人的优点因 慢慢会记得感恩这件事情 就是不舍别人痛苦的时候 像比方说我们看到 我们每天看到 在咨询的时候 每天看到很多癌症的病人 很多人说 你那个指他交往马 或是把别人的痛苦 会不会移到自己身上来 有时候会恐惧 对啊 但就是那个 你的心是可以容得下 好坏都可以容得下 不好的东西 你可以替他怜悯 因为那个是善良 你悲心是源自于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或是跟你有关系 希望他省不得之 那个痛 跟我们恨的痛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悲心常常燃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对世界的善良 希望别人更好 希望不要那么痛苦 那个希望会燃起你心中的慈悲 那时候生意会轻松很多 虽然比方说耐善 有些人就是很痛 或是就是流下眼泪 别人舍不得别人痛苦那种 但是那种感觉是 身体是非常轻松的 完全不一样 那种恨的那种睡不着觉 跟那种悲心燃起的能量 与那个音的关系 能量完全完全改变 虽然我们不能解决他的痛苦 但最少你的心是进步的 你的心的慈悲的心是往上的一面 你比方说这个人死不得不是好 你舍不得他 他父母应该很痛苦 真的 他希望他改变 希望他父母没有那么痛苦 从内心真的是很舍不得很痛苦的时候 你那个燃起的悲心 你对万事万物的看法 好坏都容得下 不然另外一个 他死不死 应该我马上这样 那个叫做悦 就是任何事情好坏都 比方说这个不好的东西 你要去接受这个东西 或是解读这个东西的方法有两种 一个是悦 后来再踹他一脚 对你没有好处 只是觉得越来越狠 因为你种进这个妙 就是越来越长大 越来越长大就容易看不睡 什么事都看不睡 那个果是看不睡的事情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是他的价值是 就是越来越多的不舍 就算你一小朋友一样自己小朋友或家人任何东西痛苦是你又不舍那是母爱 那是爱 但是说不会那么跟恨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意思是说 此跟悲心是要同时要进行的 所以我们open your heart 意思是说我们心胸打开 就是好的也可以容得下 坏的也可以容得下 再叫做佛的境界 所以意思是说你有天心胸打开的时候 你就是好坏都容得下 但是容得下以外 你就会执在那里 执念在那里 所以意思是说悲心念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每天碰到非常多不好的事情 他乱开车 壮产 或是都在骂人去 或什么的时候 我们如果燃起悲心的时候 比方说他骂你白色 老公也好 或是任何的人 你也可以用悲心来去接招他 他是不是很可怜 这样骂 他应该比我更辛苦 他用吃奶的力量来骂我 真的很辛苦 如果再骂一点 他可能会中风打开 那叫做悲心 舍不得他那么痛苦 或是就是说 他怎么这样弱我 我干嘛这样子 用这个叫做恶 恶来接 所以这两个选择法 要用悲来接的时候 他后面的果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会心疼他 你会舍不得他 然后对他有善良的言言 老公不要这么辛苦 真的你这样子很累 因为是悲心的燃起 悲心的果就是 希望他不要这么累 你的言语 对他的看法是善良 因为悲心会燃起善的原因是 因为你的看法是人家不舍 希望他更好 很容易助长的 对老公的看法 不会觉得他 该这样侮辱我或什么 恨心跟怨气的时候 他觉得骂我 然后就说 你骂什么骂 你这样每天能往回 还骂我 这个的果是什么 你要去受 他也受 你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圆 所以原理之道 意思是说 悲心会燃起善良的种子 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不要说 那个是苦 他苦有苦的道理在里面 会燃起就是一个解读的方法 完全改变 就变成善良的循环 就是这样子 希望他不舍 或是希望他再踩他一脚 两个选择 面对事情就是 忘事忘物都是两个选择 不信的事情你要悲心 或是信的事情你要随行 或是信的事情你要忌妒 他只会这样 或是就是骂他 这种乱扛 他是奸商 一个方法 他好棒喔 他对社会有可能性随行 每天你看到的忘事忘物 都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悲心 一个是死心 另外一个是恶 基督 所以你要站在哪一边 就是自己衡量 所以他会燃起很多身体上的 很多好的事情 所以因为悲心燃起的时候 你的世界就会看到 都是顺了 都是自己的所有的 用情众生的概念 是会看到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不到 不好 我们逼的关系 因为心中没有奖励的慈悲心 慈跟悲心都没有 所以才会看到 这个人好 那个人不好 然后这样子 希望他撞下去 希望他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阻断这个恶念 悲心是为了助长你的善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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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